比如在head的部分其實有很多東西要擺在裡面 譬如說程式 那這個 Square這個方形擺在這裡 那哪邊用到Square呢? 是在上面 在輸出的時候 for Variable這個 x等於1到10 然後呢 Square x等於多少 Square x就呼叫它 Square x把x傳進來 到這裡變成y 然後這個 做十次 所以這個 那秀出來當然是HTML的形式秀出來 這個就很簡單的 當然你這邊要算 譬如說這邊下面一個應用是做什麼 算這個 三個數的 極大值 像我們在 數學的函式裡面都會有算兩個數的 極大值或極小值 那如果三個數的極大值或極小值呢 通常沒有這麼一個 函數可以讓你可以用 那怎麼辦?我們就自己寫一個 那輸入三個數 然後呢 我把三個數的極大值把它輸出來 那怎麼做?其實也很簡單 就是 它有供應我們一個 它有提供我們一個max碼 就是max.max 算兩個數的 這個 最大值 那我怎麼做? 我三個數輸進來 那把兩個數的極大值再跟另外一個 yz的極大值 再跟x的極大值 再用max.xy 再做一次 那這樣的話 你的三個數的極大值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 這些都是 這些都是小 你如果熟悉的話 這些你就順手 這已經不是技巧了 很順的就會寫出來 如果你不熟悉的話 這些東西多看一下多用一下 也就熟悉了 也就熟悉了 所以這樣子的話就三個數字的極大值就 三個數字的極大值就出來了 那random number generation的話是 這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技巧 大家以後在 數值分析的時候 數位方法大三的一個必修課裡面 有很多數值演唱 而且random number generation 一定是其中的一個 那怎麼樣產生亂數 產生亂數有時候 有時候真的不夠亂 所以產生亂數會怎麼重要 你在玩遊戲 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在做模擬 在做很多東西的時候 像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我禮拜六在Facebook上有PO一篇文章 這篇文章一個感想 我們那個 醫學系 他們 是在台灣的一個 一個模擬人的比賽 上個禮拜六在我們學校 在那個醫學院那邊 那就在做模擬 一個人 一個假人在那裡 然後 各個他們 今年台灣有16對比賽 16個醫院 都是 都是那個 大部分都急診室 有些有些 然後選出來三個來參加決賽 剛好在禮拜六下午就在那個 醫學院的那個 禮堂那邊 比賽 有 有沒有人去參觀過 那個福大的假人 就是他一個人 他醫學系在 有一套 那一套都幾百萬 然後 一個人躺在那裡 當然是假的 但是你可以幫他注射 他心跳就會變快變慢 或是有各種不同 他手可以去摸到他脈搏 我摸過一些還蠻真的 比較快就會快 那個比賽就是 他下一些狀況 就是那個出題的 比較資深 他有限一組是兩位醫生兩位護士 然後 他告訴你一些狀況 然後到那邊他們就在當場處置 現在在錄影 不太好意思講 有的時候處置不好就把假人弄死了 我有問過那個醫學院的那個 他們就帶我那個星光副院長 醫學院的副院長 就是他負責的那個 我就問他說這個 這個假人死過多少次 在我們學校那個 經常死啊 他說那個 可是如果你這個比賽就不能夠死了 那比賽的時候就 那就很有趣 就是這個 你說他處置不當的話 有的 有一隊就漏掉一個步驟 那個病人那個假人就要被電擊了 就漏掉一個步驟就被電擊 那有一隊 有一隊那個 我不要講 假人家沒有猜到是誰 這個 因為我有PO 就是這個 就很有趣的 那就是模擬 那模擬 模擬就是中間很多是亂術 很多狀況就要 要寫那層 所以這邊就有亂術 像我們有研究像助教 剛才有一位助教 比較高的那一位 他研究做腦模擬 腦模擬 那這個 模擬裡面很多狀況就是要亂術 可是亂術產生真的夠不夠亂 跟去賭博也是一個 賭博遊戲的網路遊戲通通都是模擬 模擬裡面的核心就是產生亂 那有的亂術是不夠亂 不夠亂就是說 你有時候它是叫shoulder random 不是true random 所以一段以後你就要讓它 要給它一個seed 每一次都是run 都夠亂的話 所以每一次的演算法中間要有一個seed 有一個這個 你們應該 大家應該有做過random的 有呼叫 有沒有用過random 如果沒有用過的話 你就要記住 一開始要用random的時候 你一定要給它一個 種子 一個seed 不然每一次它的演算法 每一次都照常run 每一次產生的第一個數目都是這個樣 第二次數目都是這個樣 第三次數目都是這個樣 那你再run十次就是同樣東西run十次 那就不夠亂 對 所以這個亂術演算法裡面 一開始它給它一個所謂的種子 種子就是一個 它啟發的時候要有一個不同的這個 用什麼東西當作種子最好 都是時間嘛 年月日十分秒 那這個東西應該是在過去沒有出現過 所以把這個東西當作一個seed 進去然後再演算 那這個 每一次至少它的順序是 但有的還是 這個我們就不多談了 有的時候還是有不夠亂的狀況 那這個random number generation 當然在很多地方有用到 但它基礎就產生一個 0.0到1.0之間的一個 floating number 0.0到1.0之間 然後呢 然後你要多大範圍 你就把它乘以幾倍 那你要整數的話 就把它弄 看你要是ceeling還是floor 所以 基本上它的用法 大概都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 譬如說 我要紫骰子 紫骰子的話 你產生一個 大概就這個敘述 你就產生一個 mess and random 0.0到1.0之間的一個 一個 一個這個floating number 然後乘上6 乘上6 乘上6的話就是 0.000幾到多少 0.9乘上6 就是5點 多少 0.000多少 乘到5點 99999 多少 這麼一個範圍 然後再把它加上1 加上1 加上1的話是多少 1點多多少多少 到6點多多少 對 然後呢 把它取floor mess and flow mess and flow 就變成1 取floor就變成一個整數 就1點多多少到6點多少 變成1到6 之間的一個數字 所以這樣子的話 就變成1到6之間 取一個乱數 所以 乱數的這個函數是 0到1之間取一個floating number 那看你要取的floating number 真正你要range是多少的話 那你就再 就把它乘一個數字 再加一個數字 所以這個 這個是 寫程式是經常經常用到的 所以這個 那加出來以後 那接下來它要做一個排列 這 值彩值多少次 值20次吧 值20次以後 然後做一個排列 排列的話 這邊就用到shortcutend 這邊endend 對 那除以5等於0 或是不等於20 20個要做排列 那這個它就等於產生效果 每5個 每5個就跳航了 我想這些在table裡面呈現 這些大家應該 我就不多講了 這都是基本的程式技巧 然後你值出來的骰子 到底是值6000次 這程式要做6000次 然後算 你值出來123456的次數是多少 如果你算出來這次數都是1000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你作弊 這個運氣沒那麼好的 就值6000次 那這個 所以就值6000次 然後算 frequency等於1的 就加1 就是在一個 一個switch裡面 直出1的 直出2的 case2 就是frequency2 就在加1 所以在這個 4回圈裡面 每值一次 在一個switch裡面 直到1的 那frequency那個變數加1 這個程式寫得不好 等一下我們會看比較好的 但是我定了6個變數 代表直出1 2356的次數是多少 然後再算 然後最後 直出1的 1016次 直出2的 980次 等等等等 再跑一次 應該又是不一樣 如果第一次跟第二次都一樣的話 代表 要不然作弊 要不然程式錯了 就是造假的data 等等 那這個 所以這個是 丟直骰子 1到6 那當然你產生random image 像這個random image 這個我也不談 就產生不同的 這個 如果你有一個image的陣列 就你有好多個image 像要每次要產生不同的image的話 那同樣的 你用它的下標 也可以來產生一些 這個 像這個7個image 這個 在這邊 1.gi 就是這個 這個面是利用這個random 你的那個image的命名的時候 用1.gi 2.gi 3.gi 那你random裡面產生出1到7 然後呢 把這個跟它的檔名結合在一起 那在Hmail裡面 去抓 抓哪一個image的時候 就在 在這邊去抓 所以這個 這個是 好下面是個比較重要的觀念 scope rule 就寫程式的時候 寫到這個 呃 我不知道投影片講 投影片這裡面比較多 後面還有一個例子 這個觀念是什麼 就是 你寫 宣告任何一個變數的時候 你要注意到它的這個範圍 就是scope 還有它的lifetime 它的生命多長 一個是時間 一個是空間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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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後還要再上我的課 我還會常常會聽到我提這個 就是 你城市 宣告有變數的時候 我這個變數宣告了 然後呢 它 你要通常想到 它 對哪些人可以看到 那scope 它的範圍是多大 它是一個global的 是global 是每一個 你的城市裡面 每一個function 通常可以看到它是global的 還是它只有這個方形裡面看到 它就是local scope就是它的那個範圍 你的視野有多大 比如說我的視野只有 只有這個 我只有在新莊 我只有在台北線 我只有在台灣 我只有在華人區 我只有在地球 我的視野是宇宙的視野 等等 你的視野scope有多大 那lifetime lifetime就是這個變數 這個變數 它 它什麼時候要死掉 那我定義在function 方形裡面的變數 那這方形 開始 它就死掉 還是變成一個global的話 它在整個城市執行的時候 它都在 所以每一個變數 其實它都有scope 或每一個函式 它都是scope跟lifetime 這個觀念非常重要 因為 如果你沒有考驗到這個的話 你的城市其實是對的話 它可能不安全 也可能會消耗很多資源 那應該怎麼樣注意到這件事情呢 宣告任何一個變數 你應該讓它的scope在哪裡 應該在它該在的地方 應該讓它活多久 它活多久 它應該活多久 就讓它活多久 這是不一定的 就是說 你要考慮到這件事情 如果你讓它多活了 或讓它在 它不該看到的地方 被看到了 那怎麼樣 就比較危險了 也要佔了比較多的資源 所以這個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大家大一學 大一在學城市的時候 可能比較不會談到這些 可是你越來越 當你要設計系統 或者甚至要做管理的時候 或你要做安全的 或做這個 考慮到效能的時候 這觀念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任何一個 我們現在從變數的角度來講 任何一個人也是一樣 任何一個就是 你要讓這一個 一樣東西 它的時間跟空間上面 都恰到好處 那在這個 JavaScreen 當然有Function Scope 就是這個 有函數的這個 scope 然後 EventHandle 我們下次再談了 EventHandle 那這一個例子 這個例子 是 其實很好的一個例子 同樣是限於時間 我就不談了 這個 四個 這個 函數 一個Function A 一個Function B 然後 如果你對這個 如果你在這一章裡面 想要複習你的程式語言 我建議看兩個程式 一個是剛剛的 加加減減 Pree 跟Post 加加減減 那個例子 跟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 是 scope的例子 就是 有兩個函數 A B兩個函數 然後 它裡面那些 變 講一遍好了 我想整個 不太會自己去看 這有點故意混淆 宣告X這個變數 一開始 這個變數 X等於1 我猜太矛盾了 到底要不要講 時間又不太夠了 我把這個例子長講一下好了 我大致講一下 這個 這裡還有好幾個X 第一個X是Global的 在這個程式裡面 然後這邊有一個Function 叫START START這個Function 這個Function定義的變數 也是叫X 這X等於5 然後 這個START的Function裡面 它呼叫Function A Function B Function A Function A是什麼呢 Function A Function A Function A裡面 它也有一個X 這X是25 那 在Function A 這個25裡面 它會做什麼 它會把X++X 所以 所以 這個Function A執行完的時候 Function A裡面的X 就會跑出來 可是Function A執行完以後 Function A裡面的X 就 就 就不見了 那Function B裡面呢 這Function B Function B裡面呢 它沒有一個X 所以Function B裡面沒有X這個東西 但它裡面呢 有X乘等X 就X等於X乘以10 那 那 那這個 這裡面 所以它有好幾個X 所以 這裡面有一個Global的X X等於1 然後 這START的Function裡面 它也有宣告XX等於5 然後在Function A Function B裡面 Function A裡面它自己又有一個X 那Function B裡面沒有 那可是他們每一個執行的時候 他都會